昨天我躺完看电视 看完了我困了 我在床上一臂就完成了 那你看完电视你不洗脸 不埋的吗 那我先洗完了 就洗完 看完电视才能洗脸的 你不能先洗完 你只好先洗完脸再看电视 完了看困了就躺了 那我不 那不好那也不好 洗水完毕了我坐在看 看十分钟我困了 中方不亮西方亮 是批啥样与啥一样 躺着看电视要被批 大妈不气我都气 今天相亲的刘大爷 今年61岁 年收入4万元有房 别看大爷已经61岁了 这身板这体格 那就一个板正 再看看这头发 说出去大爷 今年50岁都有人信 要看大爷为啥这么年轻 完全得抑郁自律 大爷不仅对自己要求高 对房间环节要求 那更是高 一尘不染只是最基本的 苍蝇飞进来了都得脚打滑 这样在这个地 就是我一天得擦一遍 就等下一天不出屋 今天不出屋 还没找起来 我得擦一遍 是吧 不擦就走 不得劲儿吵 坐那块看电视的话 是不是有根头发 你要不剪起来 你都坐不住啊 我电视基本不住 我基本沾这看 那干啥呀 坐床 坐一大 把床要是睡觉的时候 把床卸了 然后把睡觉 凉个床 扑上 就上床了 就基本就是睡觉了 没有上床的习惯 就是白天在家 上床躺着了 没有这个习惯 那读剧书我逮的 累了就是上梯子 等我靠一会儿 有时候他们也说 所以多累啊 所以你自己 我最想是习惯了就是 哎妈 你这是家还是军队呢 看电视的站着 累了只能做一板凳 家里这么穷的吗 连着沙发都买不起呢 大爷你不去当兵 简直可惜了呢 在监狱里都笔住你家自由 这还不算啥 大爷还有更让人震惊的地方 被开火似的 做饭做饭 你可以进 天天做饭 天天做饭 然后就照牌都给他小白毛巾一毛 我就是做饭之后 把这个饭都刷了完 不是炒菜的 不用大勺哈 那个东西拿了 给它擦一遍 对 那炒菜的时候呢 就更不用锁了 必须更得擦了 我现在这个 我保护我家这个肥皂盒 不是在一面夸啊 你看这个肥皂盒里头 你看 有的肥皂盒里头 可能就梦梦子吃的 对啊 我天天晚上给它刷之后 给它晾干了 晾干了 然后香皂再放脸 对不对 我就是没个事 把这兜子摆起出来 把你瞅它底就是好看的 这可真是墓园里放便炮 吓死人 大爷家里搭着毛巾 都得四脚对称 那找个老伴 是不是还得要求 左右脸长一样呢 没有特殊情况 能不来大爷家就不来 不然你上个厕所 连手都不敢洗 多埋态啊 大爷说了 我这么优质的男人 不抽烟 不打麻将 还爱干净 那我未来的老伴 我肯定得挑一挑 有啥期待吗 争取有缘分 所以说就是这个年龄了 但我觉得还是演员也挺主要的 其实这个年龄都不应该这么挑 但是来说我觉得还是 我内心讲 还想 就想挑一挑 不能说咱说就是 找一个 就这样也不想这样 对 长相上差不多得过得去的 对对对对 然后身材啥的呢 这倒是要的 对这倒是要的 因为为啥说呢 因为就是作为我来说 咱也自己也是六十多岁的人 不像不像 像五十多岁 像我的现金发展 所以说就是在 我觉得你这身材管理的特别好 然后你会不会在这个身材 外形上有这个要求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阳为她找到了 今年五十五岁的张大妈 一进刘大爷家 大妈就跟刘姥姥 进大观园一样四处参观 大爷这一旁 骑得脑门直冒汗 那愿念透过屏幕 都能感受到了 我去看看 这边看看 我这屋小点 给 好 稍稍点利索吧 因为男人的方便 其实能打理成这样 挺干的 不容易是不是 嗯 学得挺好 就长得一个液体引起 大妈你快点结束吧 不然大爷可能要忍不住上手收拾了 总算是做下了 大爷开始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其实我这人就是不出眼力 不想把酱了 喝酒 我就是有人把喝点酒 没人说啊 就自己在家喝酒的时候 机率非常低 在外头就是吃饭喝酒也是有个度 这么多年 没有失态过来把人喝酒 挺好 其实男人应该那种 但是就有个小毛病 所以可以干净一点 干净是好事 你打理干净 你就收拾起来 大妈你可别觉得是好事了 这可是个烂摊子 懒不得 大妈还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说起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也挺干净 但是 我家的话也不脏 但是我上班没有休息 我要是休息了吧 我跟你讲说我不出去 我要休息了 我就有搭理家 我要是不休息的情况下 我家就挺乱的 但是不脏 对更脏 但是真的不脏 我要是有时间了 然后把我家 每个角落 每个角落 都也打理 挺彻底的 愿意收拾家 嗯 你工作怎么忙一起 我就是没两次闲 我也愿意失怒小家 让我家那小瓜什么的 有时间不失怒可好 但是要是没有时间 我就不打理了 就觉得挺累一点的 那你干嘛还要 睡觉那么完美呢 大妈 你这叫欢公面前耍大刀 自不量力呢 你不信 别急 大爷马上打破你的幻想 让你知道他要求的 卫生习惯是啥呀 你看那小衬衫 穿得摆成劲 那柜子能衬衫叠的 就跟麦的似的 我能打理 但是我一着急的时候 我马上就抖乱了 我总有时间 我再去打理去 没时间了 我就坐在这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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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子就轻转过云了 肯定不能这么干的 拿这个东西哈 一摔都就全摔出来了 那现在到傻地 我自己摔地都切了 骨头就像那傻子 骨头都掉下来了 那你 我就受不了这样的事情 不是每个人 都愿意当生活的奴隶 大妈下班后 只想躺平看电视 看困了就当场睡觉 没想到大爷这也不同意 我躺完看电视 看完了我困了 我在床上一臂就完成了 那你看完电视 你不洗脸不买的吗 那我先洗完了 就洗完 看完电视才能洗脸的 你不能先洗完 你只好先洗完脸再看电视 完了看困了就躺下 那我 那会好 那会好 洗漱完毕了 我坐在看 看十分钟我困了 我就一定有睡了 你这时候洗脸我不喜欢 我就是觉得挺随意的那种 就是不能太拉的 但是也不能要求太精致 那个太精致了吧 我就觉得我是生有约束了是吧 生活的奴隶了我就不受了 此时此刻大爷只想说两个字 买太大妈则觉得这个老头真奇葩 俩人现在谁也看不惯谁 我要既然选择他了就两个人就 你千万别吵架 我干嘛一天我还要找烦恼呢 你说那要找烦恼呢 就是吵架的话 那我就自己过呗 你说你看电视 电视也不就不辐射嘛 要不然他在传我本来没去的 我觉得这种习惯不受了 这生活习惯不同也不能想象 毕竟千里之地亏一绝 小细节才更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 那疫情那么久 大还咋过来呢 有床不能上 这日子也只有大爷你能过下去吧 这么有个性的刘大爷 直接给张大妈干蒙了 心里阴影都给整出来了 但是男人都像他这样 我都放一起找办 我还自己过 我身后定随性 所以找着找到 你属于你自己的心 咋整呢 这给大妈都整得不敢相信了 大爷你还是改改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丑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